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暗龍紀元一端審判 看一下這個吧 地標 沙延伸數公里只有很少的石頭會露出投籃 單調的令人疲憊 且前進越遠 越讓人感到沒有辦法逃離的恐懼 突然導遊直向遠方 兩根柱子映入眼簾 我們再向前 這次看到的是 一座人像 雖然人像的臉看起來很嚴厲 似乎拿著打倒的敵人的頭 我應該因為看到那臉放鬆了下來 歐亞西斯本身在溪谷中 從遠處看大概只能看到單純的沙漠吧 包圍他的岩山跟其他的岩山 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同 如果沒有柱子和男人像 這個地方完全不起眼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導遊 他笑著說 就算沒有這個 我一樣找得到 我不打算貶低他的能力 同意了這點 好 好 上一集我們就在這邊打獵口 我 真的是 來到這個地方 非常的 一望無際的沙漠 我們去看一下能不能走到盡頭好了 從地圖上也看不出來 到底範圍有多大 看起來一整片的 是呀 就像沒有盡頭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可以走到哪裡 嗯 好像 那你走了 喔 硬要走出去 會先編賣 然後就傳手 那 就 沿著邊緣走吧 喔 這個看不出他接縫的那個邊界 往那個山的方向去好了 他似乎 走起來是斜斜的 他不知道往 往裡面 沒有罵往外走 又變慢了 那往上 不曉得能不能到那個岩石那邊去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差不多倒吧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差不多倒吧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跟館師 去嗎 好吧 好像沒有辦法 好像沒有辦法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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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也傳送了 那 往回吧 這裡是 營地喔 寶箱 這個不是一般的小動物喔 有新的資料 輕物種 土狼 一般來說 土狼是優秀的捕食者 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繁衍 整群合作行動 甚至能打倒像巨大的熊一樣恐怖的獵物 難以窒息的景象 但他們 但優秀的他們其中一隻 將我的犀牛 在一分鐘內就打倒了 應該要小心不要接近 有 想那麼長 剛剛那隻還不是被我打幾下就死了 前面好像 不是 有 有 有 這邊有東西 垮跳的 應該是馬車吧 好像沒有 沒有殘留的貨品 用這裡 喔!! 四百 發咩 我錯了 你們很強 走開 標準 好快喔 別動 啊 又來了 為什麼只打我啊 去打卡山德拉啦 呦 他們成群狩獵就有牆 哇 離開 倒了 礦工日記 曲之龍的時代 九之三十八年寫下 一位礦工的日記 龍月三日 敵德想知道那個意義 大家都這樣吧 提心吊膽 和其他人一起閉嘴工作 他只需要這樣就行了 龍月十三日 他感覺到了 我了解 大家都感覺到了 就算如此 他還是不斷的說 我不想再提起這個話題 那有什麼意義 我不想知道 使用的魔法不要去碰就好了 這種答案不完整嗎 他還想著什麼 在他腦中沒有辦法去除 晚餐又是兔豬 都沒變 天 雲 月 四日 敵德在儲水處的後面 的岩蓬娜 他在做什麼啊 他知道什麼 如果他打算打擾那個的話 尼克完全不跟敵德說話 他為了不跟敵德一起工作 調整了勤務時間 我也應該這麼做 天 雲 月 二十四日 老闆說 他 凡 非 爾 米 納的老闆 要派人來確認作業進行 應該只是定期業務 敵德不再說奇怪的話 在門那邊 花太多時間了 今天的晚餐也是兔豬 太棒了 開花月一日 主啊 請原諒 但敵德不再就變輕鬆了 他夫人真可憐 看起來這邊隱藏了什麼神秘的東西啊 不太記得現在是幾年耶 有點困擾 沒問題 那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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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F 應該在這邊嗎 剛剛中間地圖一塊黑色的 對 我們這邊走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新的植物 枯萎金 艾羅迪亞 我說你可以拿一點做個人使用的材料 但我沒有說可以拿光整個倉庫 魔法師伊涅絲發現的時候 表情就像是從屁股拉出樹的果實一樣 你知道收集這些枯萎金需要花多少時間嗎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吧 沒有人會需要這麼大量溫暖的藥 我把櫃子鎖上了 你來自己去找你的枯萎金 或是只要你或菲蘭不要離開自己的房間就行了 佩羅登反環的見習 維拉林寫的信 很過分耶維拉 才不是那樣 反正櫃子裡的枯萎金都乾掉了 你也知道樹枝不新鮮 就沒有辦法達到預防藥的效果 我有興趣的是 和其他特定的植物組合 對精神產生的影響 伊尼斯都知道 你問他看看 他可能忘記 我跟他說過 討厭的老太婆 而且菲蘭和我不用靠那種無聊 古老的東西就能十分開心了 不要只看著植物學 也看看其他書吧 見習魔法師艾羅迪亞的回覆 龍之吉 龍之吉的木頭強度有著很高的評價 可以用來做高品質工的材料 它的葉子也同樣有價值 從龍之吉的葉子抽出了提取物 比其他植物含有更好更安定的不安定魔法化合物 練金術師們幾世紀前就知道了 結入自植物學家 伊尼斯阿蘭西亞的植物大犬 啊 這邊的地理還沒有看介紹 近紀的歐亞西斯 我在凡菲爾曼見到了貝亞德 現在開始和礦工們前往西邊通道 很快我就想念你的聲音了 但有東西可以從這個七月中拿到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 你會等我吧 根據貝亞德 礦工將那裡稱為禁忌的歐亞西斯 太怕水有毒 你聽過這樣的傳說 或是因為那是 若阿金的書中出現了野獸的住處 然後貝亞德笑著說不用太在意 問他為什麼歐亞西斯會被取了這麼可怕的名字 他說別問關於入口的事 結入自龍的時代 九之三十八 佐爾迪德寄給 妻子 利奈特的信 之後就沒有再聯絡了 佐爾迪德應該就是前面日記說到 死掉的 你看都是不見的那一個 在這裡發現的素材有 精靈草 綁錘草 鐵蓮花 龍之吉 枯萎金 深刻蘑菇 蛇心石 完美光彩 快 小熊 現在 Setting 多了四種 新的材料 什麼 搞啦 驚靈草 太猛了 我在這邊也能長 走 靈 pedals 又是一台壞掉的馬車 這邊 再去走下去就要出去了 爬山上來看一看 一塊木板 真的可以下去了嗎 剛剛都沒有叫我可以施法術或攻 火燒也沒有用 只有一片焦黑 這邊走過去應該是篡圍外嗎 好像看那個山 他們怎麼扣血 好啦好啦我要離課了 再看一下我們就回營地好不好 你好 這邊好像是邊界了 前面有一個裂口 有惡魔有那個會跳的 唉唷死靈 噢 噢 這沒辦法躲這還蠻討厭的 啊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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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a 為什麼我覺得他們好像被我痛 跳了跳了 還好我已經殺了另一手了 三隻欸 噢 我看到娃妮快來救娃 算了 都要打完了 作弦火 絲綱 都要打完 前面的句子 嚇死了 老闆 是 是 歡迎 我要往下去看那個 混亂的 這個算什麼 山谷之類的嗎 欸 我按到那個隊伍 休息 那就從 哪裡下去好呢 從這條看10號了 從這條看10號了 看來這邊真的住了不少土郎 哇 後面還不 真的要快 应该开冲冲冲回来 看起来还有体力 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可以进到里面的通道 入口 我要怎么探查啊 这边好复杂哦 先走这条好了 上不去拿不到 抓从那边下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剛剛應該是在這裡散開的嘛 那一條就是 如果一開始選右邊的話就會走到那邊 這邊繞回去應該也是剛剛那一條路 欸? 好像有點高 這好像爬到有點高的地方來了 哇還有個洞穴 全黑 欸我怎麼又玩了 全黑這個 有點可怕 我把這洞穴點亮了 這裡出來 喔 這個沙漠最邊界 打完裂口如果走過來的話就是 就是會 在進到剛剛那個洞穴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我們下來的地方 所以 已經來過了 是連在一起的 那 我們接下來往左邊探一下好了 這邊好像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去看過 有一個人在這兒 欸? 在下面啊 就只有一隻 普通的洞穴而已啊 這樣應該可以回去說話了 呃 不過啊 我們在一起啊 時間差不多了 那這集就先拉著 再見 再見 拜拜